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节目的整个小时献给这个纪念日 六四事件又被称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 民运人士称之为六四屠城天安门屠杀等等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起初称之为六四懂乱 反革命暴乱 近年也改称为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是六四风波 那么六四事件狭义的指 八九年六月三号晚间到六月四号凌晨动用了坦克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中国平民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附近 和通往广场道路上所爆发的流血冲突 属于八九民运的一部分 不过六四也被用来广义的指代 1989年4月15号到6月4号期间的 民众强烈诉求民主的运动 这场运动最早发起于天安门广场与长安街等地 随后相关的抗疫活动 扩展到全国各个大型的都市 运动的起因主要包括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 大陆经济通货膨胀 政治环境腐败 大量公民面临失业 除此之外 前苏联实施政治与经济改革也是重要的因素 这场在两个多月期间 扩及海内外的运动旨在追求社会阶级的平等 在经济改革同时也展开政治改革 以及新闻还有言论等的自由 运动期间 许多城市的民众和学生都进行游行 静坐或者宣布罢工 这场为期两个多月的运动 以及政府军队在北京 对民众采取军事行动而宣告结束 那么具体来说呢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进入北京实施戒严 并且动用武力 赵紫阳被安排远离中国政治核心 并且遭到软禁 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减缓 第三代政治核心人物江泽民上台 强人政治时代结束 好 说先到晚 我们今天追议24年前是为了抚慰过去 而更是为了展望跟建设中国的未来 来听听当年六四亲历者 24年之后的新生 当年的学生领袖之一 王丹从台湾接受了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采访 这个意义就是告诉大家两个事情 一个是坚持 一个叫做记忆 那么记忆本身我觉得就是同极权斗争的一种方式 一个民族能不能维持住自己的记忆 我觉得是奠定这个民族能不能向前走的基础 另外一个方面要作为追求民主的人 或者说民意人士也好 或者其他的希望中国民主化的人也好 不管多长时间 那么只要是一个正确的目标 都应该坚持做下去 那这样的坚持的意义 这种意志力是要经过时间的考验的 所以时间虽然过去很久24年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觉得它的记忆的意义 和它的坚持的意义 反倒是更凸显出来 此外当年的另外一位学生领袖柴林 也为这个日子做出了特别的表述 他昨天在美国国会参加听证会 说了下述的话 这样看 因为世界最基督原谅我们 我们都是有罪之人 所以他要求我们信他的 跟随他 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失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刚才大卫埃克曼博士 他讲 他说中国最好的模特 像南非那样子 像那个 有这个真理 真相与和解 那么真相和解 不是说从天而降的 而是当时那个 戴斯厨厨 他是一个大主教 他在不断地来 教导大家 这种基督的精神 让我们要原谅 然后另外呢 曼德拉做了40年早 他出来第一句话 他说我原谅他们 所以我们只有在 这样的精神上 才有可能真的有和解 以上是当年的学生领袖 王丹宇柴玲的声明 而24年以来 国际社会一直呼吁 中国共产党政府 还六四以本来面目 用与时俱进的态度 来对待言论对立 以及思想对立 不过呢 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 相反 六四八九 民运和与之相关的字眼 始终是当局的禁忌 每逢纪念日更是如此 而在今年 甚至连蜡烛两个字 也登上了网络的 黑词汇名单 因为有许多网友 自动发起在社交媒体上 以各种方式 象征性的点蜡烛 来纪念六四 著名的维权律师 刘晓元在推特上说 今晚点燃一只蜡烛 已经被管理员删除 而刘晓元也发现 新浪微博的表情图案当中 已经取消了蜡烛的图示 今天美国之音为 连点上一根蜡烛这样小小的心愿 都没有办法达成的 万千中国网民 点上一根蜡烛 另外呢 还有人在推特上说 这个国家的争端 基本上停留在 是点燃一只蜡烛 还是熄灭一只蜡烛之上 对 刚才是艾未未的推文 而另外一位网友 杨恒军也发推文说 您可以吹熄蜡烛 但是无法熄灭火焰 你可以删掉微博 但是无法删除历史 你可以让青年们忘记今天 但是年年都有今天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 BOA卫视 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 各位观众 我们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向您直播纪念六四的 特别节目 加入讨论 分享您的亲身经历 请拨打热线 400 120 0551 400 120 0551 今天时 大家谈我们邀请了嘉宾 参加我们的节目 一位是来自香港 开放杂志的编辑 蔡永梅女士 她在香港 透过Sky 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那么今天 节目邀请的 另外一位嘉宾 是长期致力于 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 评论人士 高文谦先生 那么他呢 在美国之音 纽约的演播室 接受我们的采访 但是呢 目前 演播室 现在还没有接好 她马上就会来到 我们的节目现场 是 欢迎蔡永梅女士 参加我们今天的 时日大谈节目 那我们想先请问 蔡永梅女士 就是说 六四世界 已经过去24年了 她在中国的 社会转型的历程当中 她扮演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 那么呢 她产生一个 什么样的影响呢 蔡永梅女士 从时代到古兆的时候 那个时候 整个中共党内的改革派 以及民间都是觉得 我们中国社会 应该转型 从一个极权社会 转向一个 现代民主的社会 但是六四就把 这个转型的过程打断了 她一方面是倒退 就说更巩固了 那个专制 就说好像 那个现代文明社会 这样一个中心就中断 但另一方面 还拐了个弯 她就转型成为 一个现在的 一个全会的资本主义社会 现在中国社会 所有面临的问题 一个是毛泽东 刘家的遗产 第二个遗产 就是邓小平屠杀 向他们学生运动 然后是巩固他的政权 然后就只是搞经济改革 搞政治改革 这样的时候 把中国倒向了 现在的这个 他们叫做 有人称为叫做 Market Lainism 就是权费资本主义社会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社会的危机 我觉得都是邓小平 那场屠杀留下的遗产 那么蔡女士 我想请问您 不知道您怎么看待 当年邓小平 对六四的处理方式 我觉得这个邓小平 他会是一个历史罪人 因为今天中国我们看见的 就是贫富国军的中共 中共统治先生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顽固地维护他的政权 然后整个这个政权是特地的腐败 我觉得都是邓小平当年的屠杀的一个结果 因为他只搞 他六四屠杀以后 他就在92年南巡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政权 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危机 他就搞 就是说推动了一个经济改革 但他这个经济改革是畸形 畸形的 他因为大家都看到 今天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 回到的财富 就是比权力者越多了 现在我们中国要把这个过程 有过来 现在看到是面对非常非常大的困难 比如说现在我们认为 六四的那个屠杀者 都那一代人都过去了 现在新一代领导人 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的顽固地维护 这个毛泽 邓小平这样一条路线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 他们在邓小平这样一个改革中 他们已经成为一个 非常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无论维护那些政权以外 他们如果继续改革的话 他们就害怕不但要使用政权 他们还认为 这就会受到清算 我觉得这样一个邓小平的这个屠杀 实际上是 我可以说今天 使我们未来像未来的 那个民主社会这样的转型 有了很严重的一个障碍 所以很难 现在要跨过去是很大的困难 是 蔡女士我们也知道说 从六四到现在 其实中国还是同一个政党在执政 那么所以六四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 他是不是他最害怕的一个事情呢 他是不是心里头最大的一个疙瘩 就是六四呢 我当然是这样的 因为六四实际上是打掉了共产党统治的活发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共产党六四后的意识形态完全是变了 在六四之前的时候 我觉得中共党内 第一个他党内有一个 就是说比较有理想主义的 愿意就是说进行改革的 愿意符合历史潮流的这样一个一批改革者 但是在六四后这些人党内的完全遭到清算 然后呢就他们在这个整个社会的也是推行了一种 就是说全民压制那个不同政见者 愿意者这样子一个政策 所以我觉得呢就说 中国现在为什么 当然现在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你会看见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 还是要像一个现代社会 就要跟历史潮流 跟时代潮流走的这样社会转型的话 还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我们现在就是不光是要火力毛泽东 这个时代的东西 也要完全附近邓小平的这样一个 后来就是后毛泽东时代这样一条路线 好的 蔡女士 那么我们呢现在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接下来我们开始接几通电话 看看听众朋友有什么可以说的 首先呢是上海的熊先生 熊先生您好 六四运动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不能抹去的一个痕迹 它是我们的民族的伤痕了 痛心了 也是民族的正义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熊先生 熊先生我打断您一下 您当时在六四的时候 您有没有在哪一个城市参加过抗疫活动 有没有什么亲身的经历呢 我跟你说 我当时是区公司的领导 区区公司领导 哪个地方 哪个省份 上海市一个区公司的领导 我说我当时这有39岁 当时我对这个学生非常同情的 但是因为党内有剧烈 不能参与 但是我心里现在我已经退党了 我跟你打断话已经退党了 应该讲 为什么当时在人心呢 当时的中赌部 人民的报 中宣部 各大院校 都是国家的精英啊 那这历史历史的皇帝 它是要重视的 成为士啊 但人旁家的勇士的士 是精英啊 他们是为了国家民族的 往前走啊 为什么现在扶起这么厉害啊 就政治的力量被打掉了 反而那个邪恶的力量被扶死了 你看邓小兵的家说 邓不忘他们 还有中国的八大佬 他们被权贵借借了 把中国几三年改革的成果 被他们手作人占有了 我们的下岗工人 首先我打断您一下 首先我想请教您 您刚才说您当时是在上海做这个 驱公使领导 那我想您说当然不能够参加 因为党里头有规定 那当时六四发生的那一天 您在做什么 那您看到或者说是否有听到 例如说美国之音的报道 那您是否有什么样的心情或感受呢 当时 当时美国之音当时这个阶段告诉你们 你们可能年纪很轻了 当时上海我到拍摄所就办那个库克风格 拍摄所公开的放那个美国之音 那这段时间美国之音连拍摄所都放 就是六四个运动期间 那您从美国之音听到了 美国之音都放 我们家里那个时候美国之音不干扰的 那您听到美国之音当时的报道 您当时的情绪怎么样 然后您做了什么事情呢 你听我说我当时被 我本来想退党 当时就想退党了 但是我们家里几个兄弟 他们劝我不能这样 我为什么呢 我的父亲曾经是烈士反革命 懂吗 我胡耀邦当了书记以后 平常我才能够 就是说搭上领导港 我的根据量才适用 我多多说的还是有点财的 我在报纸上 好那等于就是说 熊先生由于实践的关系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一定把全部都讲出来 谢谢您 那么我的理解就是熊先生 他说他当时因为是中共党员 那么党内有纪律 不准你们参加 诸如此类活动 他可能是没有参加 那么蔡女士呢 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熊先生也提到说 当时看到中国的一些精英机构 就是中国共产党 他们治下的精英机构呢 也参加游行示威 来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一些意见 那么这使我想到 有一些这个评论的这个说法 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最后 这个最终的他的这个走势呢 就最利于他本身发展 或者让他能够生存下去的 这么一个最佳的途径 可能就是他党内出现这个分化 这样才能让他的这个利益呢 得以保存 那么同时呢 也可以让这个中国 或者说中国大陆呢 走向一个这个自由民主的道路 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如果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说八九那个 因为当时发生的时候 其实中共党内确实有一个健康力量 胡摇邦、赵紫阳这个派系 但是他们过来的六四屠杀以后 他们完全照着清醒 现在中共党内也没有派系斗争 也有 但是你看到更多的 他们现在的派系斗争 就是说是那种权力的斗争 就不是那种就是说 是不是要推动中国改革 现在中共党内的一些 就是说一些健康的力量 你们会看到这些老人已经在野了的 退休的这些老人才发出声音 而且他们看到现在中共党内 虽然他们内部斗得很厉害 就是每一次中共开大会 都会有一个很残酷的斗争 比如说前面陈希同 陈杨宇现在也是薄西兰 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在 收集他们根本利益的时候 他们是保持一团的 所以这种状况你可以看到 这个我觉得就是又是留下来 因为整个共产党在邓孝平时代 他们就说搞经济改革 社会开始出现了经济增长 然后社会财富有了很大的提升 然后他们又掌握权力的 可以分配经济利益 所以他们现在通过这个 就把这个社会的财富大量 所以中共党内你可以看到 现在几乎是没有一个不腐败的 包括像温家宝这样的 我们认为就是比较开明的 但是他家族的利益 我想也把他绑死在中共这个既得利益之中 所以你现在看不出来 中共党内的掌权的人员 有愿意就说真心诚意的 而且有能力的去推进中共政治改革 所以现在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体制感到非常的绝望呢 我觉得都是出于这个原因 现在中共我觉得他们这个统治阶层 就说他们自己的改革包含团 我觉得他们现在情况很面临 像清朝末年那个状况 就是说整个这个体制 就是说各种感觉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他们也现在 他们也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们会拼命的 就说去考虑 怎么要去防止一场革命 现在中国都不是面临改革 因为中共党内没有改革 所以他们现在要怕革命发生 所以今年的六四你看这样 习近平上台了 这个六四对人的问题没有一点 反而就是说今天还是 往年就是 胡锦涛的力量是紧张 是谢谢蔡欧美女士 那么我们线上还有一些观众朋友的这个电话 我们来再接听来自加拿大的马先生 马先生您好 可以讲一下您在六四 1989年六四当天 还有那段期间 您所经历的个人经历 还有您的心情怎么样 马先生您好 你好美国人 非常感谢你们 每年都在六四 为中国人民呐喊 为中国人民 对我的感觉 包括海外的华人 好像被中共政府都已经压抑了 很多在加拿大 很多的城市 每年的六月三号 六月四号 中国人民是大十五分前的抗议 每年是越来越多 我们国内中国人民 就是也是非常的压抑 我当年是在六月三号的晚上 亲历了天安门 我是在北京 亲历了天安门的这种镇压 我现在听到 几小时里的结果 感觉不得分 真的 太又勾行我当年的回忆 您当时是学生 还是在某个机构任职呢 我那时候刚刚毕业 已经工作 但是 我说你心里话 北京市民当年 真是的满腔热血 完全是为了学生 所以当时我是 每天几乎都可以在天安门广场 支持学生 为学生们去支援 给他们送食物 您身边的亲人与朋友 是否也是跟你一块到天安门广场去 对 从4月15号那天开始 胡耀邦的经营推荡会 我们就几乎天天去天安门广场 包括我们 单位的那些朋友们 好的 谢谢加拿大的马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接 另外一位是筛西的赵先生 赵先生您好 赵先生您在线上 你好 请讲 你好 请讲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您 在今天纪念六四的 23周年的今天 我认为 中国必须尽快 去随意党战争 由党奸下 变为民奸下 第二点 必须从 把政治流氓 毛泽东的张庄罪行 提升劣似的审判台 接受正义的审判 反中华民族的 晴朗千空 第三 必须实行全面的媒体开放 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 把许多类似真相 打败于天下 不然的话 中国的老百姓 永远是长不大 三岁的小孩 那赵先生 那赵先生 赵先生 请教一下 赵先生不好意思 打断您一下 就是请教一下 说六四当天 1989年的六四当天 或者说那段期间之内 运动期间之内 您在做什么 那当时您是否有 亲身参与这项运动呢 我当时是一个 19岁的 我是个刚刚参加工作的 一个青年吧 那你是什么时候 就是从过去 你可能对各种自由 比方说媒体自由 新闻自由 或者是政治集会自由 这些我想一开始 您是并不知道的 那么你什么时候 开始意识到 人们需要这个 而且是有权利 我当时从电视媒体 当时的电视上转播 时刻转播 那个中央电视台 看到那个新闻画面 我觉得学生 当时的反腐败 反贪官 那个口号 提得相当好 可是今天 他们的口号 荣然变成了 反贪污 反官岛 这些东西了 荣然变本加厉的 在中国大地上 毫无忌惮的腐败 变本加厉 我觉得中国 必须把人权高于一切 把人权高于一切 让权利的游戏规则 在笼子里运作 在无影灯下行事 必须把人民的利益 高于国家的利益 党派利益 好的 谢谢赵先生 是 谢谢赵先生 我们了解您的意思 也就是说 其实说从过去六四的时候 到现在来 好像反贪腐 口话还是不断地在念 是不是因为中国的社会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改变呢 这个部分我们可能来请教 我们在纽约的来宾 高文谦先生 我想请教高文谦先生 就是说 从六四过去这24年来 中国政府 它有没有转型 那它在六四事件呢 在中国政府转型 或中国社会转型里头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及它有多大的影响力 高先 那么实际上六四呢 是中国当今中国呢 绕过去的一道坎 那么当年这个六四发生的 这些事情呢 恰恰是 这个这里面呢 不仅呢 是要还这个历史一个公道 还这些受难者一个公道 更重要的是呢 六四当年的发生呢 并不是个孤立事件 不是偶然的 而是呢 这个当时 各种社会矛盾 集中爆发的一个结果 而这种矛盾呢 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呢 现在更加激化 已经到了这个 濒临全面爆发的临界点 整个中国呢 就像一个火药桶 一点就着 那么在我来看呢 可以说呢 当年的八九运动呢 是全民的反腐运动 和全民的宪政民主运动 当年学生所提出的各种诉求 比如说清楚腐败 比如说要求新闻自由 要求这个 官方成立学字连 这些问题呢 都是中国目前仍然的 有很强的针对性 急待解决的问题 可以说呢 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 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那么我们知道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和结社自由 是现代文明社会的 基本要素 可以说六四一天不解决 中国就无法进入 现代文明社会 中国人呢 也没有争得一个 做人的资格 中国政府呢 也无法在世界上 抬起头来 是 谢谢高先生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 及时的新闻 在我们这个休息一下之前呢 有一个北京首都 北京市的前市长 陈希同逝世的消息 我们请宇州 来跟我们报告一下 好的 那么这个消息 我们是刚刚收到的 北京市的前市长陈希同 据报呢 6月2号在北京 没有说在哪 在北京逝世 享年的是82岁 那么陈希同的名字呢 多年以来跟中共当局 当时在1989年 6月4号出动军队 被镇压学生呢 联系在一起 但是陈希同 后来自己表示呢 当时进行镇压 并不是他的意思 那么在1997年 陈希同呢 被中共开除了党籍 1998年 被判处了16年的徒刑 罪名呢 是贪污和玩忽职守 但是观察人士 普遍认为 陈希同被罚办 是因为他跟当时 中共最高领导人 江泽民 内斗失败的结果 是 这以上是我们 最新的消息 那么时时大坦 特别 六四的特别节目呢 现在我们要 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观看 著名的歌手 邓丽君 在8964期间 在香港声援 民运时的一段演唱 欢迎来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观看VOA卫视的现场直播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然后点击网页右边的现场电视 在这里 您也可以观看 VOA卫视不同栏目的视频 方法是 进入VOA卫视 然后点击您喜欢的栏目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欢迎您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点用信箱是 chinese at voanews.com 如果您希望通过电邮 参加VOA卫视 时日大家谈节目的讨论 请把您的问题或评论 发到 VOA新闻at gmail.com VOA卫视 全新推出 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看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在24年之后的今天 历史的拥居仍在发言 导致了各方的反应无法消退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美国政府方面的反应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 5月31号说在6月14号镇压天安门广场示威24周年之近 美国缅怀那些痛失的无辜生命 我们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停止骚扰那些参加过抗议活动的人士 并且全面说明那些被打死拘押或者失踪的人的下落 我们再次呼吁中国保护所有本国公民的普世人权 释放那些被错误拘押 起诉 监禁 强迫失踪或者软禁在家的人 并且结束对人权活动人士及其家人的不断骚扰 此外呢 在美国白宫网站上也有一个情愿 这个六四情愿信说呢 在六四大屠杀的24周年纪念 我们殷切地要求奥巴马总统正式发言支持下面两项议题 一是释放所有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参与者 以及终止对这项运动参与者以及志愿者的迫害 另外呢 是负责华人事务的贡改扎西说 身为一名丧人在回顾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时 我的心情感到非常的复杂 一方面 我为24年前六四死难者感到沉痛 另外一方面呢 我又为能和汉族朋友保持沟通和交流感到欣慰 不管藏人的处境 不管汉人的处境如何 尊重达赖喇嘛永远是站在人民的一边 此外维权团体也非常关注六四 这个中国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申说呢 中国新领导班子应该要正视天安门的后续问题 中国的历任领导人一直试图将天安门事件从史册抹去 但是新上台的领导班子可以选择改弦更张 展现与前任不同的作风 一个很好的起点就是允许家人以及维权人士悼念六四 而不必担心秋后算账 另外呢 中国知名的播客 平客说24年前的今晚 家里的两台短播收音机 一个是BBC 一个是VOA 次日晚饭时 父亲说他要把身体搞好 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平反是必然的 而且不会等很多年 但是谁想到这一等就是24年 父亲也等不了了 在2010年先走了 现在我对我们这一辈人是否能够等到那一天 也开始怀疑了 好 那么除了以上各界的反应之外呢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天安门母亲 六四事件24周年之际呢 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 丧失了17岁儿子的天安门母亲发起人 前人民大学副教授张思琳女士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下面请看报道 六四这两个阿拉伯数字 在中国已经化成了一段刻骨铭心 挥之不去的民族记忆 一个仍在流血尚待愈合的伤口 一个经历了几代中共领导人换件 仍然无法绕过的历史勾开 一串听到这两个数字 就会在天安门母亲眼中滚动的泪珠 丁子林的儿子蒋洁连 就是24年前的这个晚上 被一颗从背后穿透心脏 从前胸钻出的子弹 夺去了他16岁年轻的生命 2号是我儿子的生日 3号是他的忌日 我是4号 4号凌晨还杀了那么多人 都是同命运的人 所以这三天都是我每年最伤心的日子 有观察家注意到 以往每逢中共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两会 在中外记者会上 外媒记者必向中共领导人提到六四问题 而在十八大和今年的两会上 被选中的外媒记者 首次没有对六四平反问题发问 我们对丁子林教授的采访 也就是从这个观察开始 人们对六四已经忘记了吗 绝不可能 我觉得绝不可能 因为他已经卷入历史了 八九民运 八九学运 到百万四名参加的 我叫他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 他已经卷入历史 六四屠杀 他的伟大意义不容抹杀 六四屠杀是邓里扬搞的 应该说是一场政变 武装政变 违反他们共产党的党籍国法 这个杀害了的平民 这个也同样 这个这场血腥屠杀 同样也卷入历史 所以不可能抹去 前人民大学教授丁子林 已经77岁 他的丈夫 前人大美学研究所所长蒋培坤 也已经年过八旬 他们经历了六四三次中共领导层的换届 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新政权 给这位老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吗 我们有一个期望 期望习近平其人 能够摆脱这个体制的束缚 能够启动政治改革 我们这个期望就在这个这一点上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不启动政治改革 六四问题绝对不可能孤立解决 蒋培坤是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刘晓波的导师之一 在六四之后 刘晓波经常到这两位 饱受丧子之痛的老教授 家里探望安慰 提到刘晓波 丁子林眼中泪珠滚动 被捕 我还没判刑的时候 我真的 我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把 把我抓进去 我老了 我起不了更多准 能把我把刘晓波换出来 我都愿意 或者中美谈判的时候 你把刘晓波现在实际上是个人质 是中国手里个人质 你把我做人质 做刘晓波做人质 你要能放刘晓波 他可以做更多事 在推动中国民主 刘晓波真的 是个很难得的一个真诚的人 刘晓波等中国持不同政见者 已经成为人质的提法 仍然引人深思 我建议奥巴马 越是习近平拒绝人类普世价值 我建议奥巴马 要利用这次难得的见面的机会 向习近平宣传普世价值 而以便重点提醒他 面对 拿出勇气 面对24年前的六四土上 丁子林教授向美国之音记者介绍了每年六四他和老伴如何在家中纪念儿子 我们看到 蒋洁连的骨灰仍然被放在屋子的正中 我每年就是这么过 二号会给我儿子 给他过生日 给他个蛋糕 然后三号夜里就在家里 就家寄他 寄点他 很简单 做几个 他生前爱吃的菜 红烧肉 黄瓜 西红柿 生黄瓜 生西红柿 一个红烧肉 一个红烧鱼 一个虾 一个 点灯 这个孩子 我们生活很简单 这个孩子 丁子林也相信 将来会建立一个六四纪念馆 他会把儿子的遗物捐给这个纪念馆 让世世代代的人们都记住这段历史 如果说 以前我去没有摸许地 去寄点他 因为他就在家里 他没有墓地的 我倒不是买不起墓地 我是舍不得 我觉得中国人讲路土为安 你现在没为他们讨回公道 那么明显的黑白对错 是非分明的事情都没讨回公道 你就是把他入土了也不安了 再说他十七首水还未成年 所以 真的 我和我老爸早就想好了 我们个人的身后是这样子 孩子那天遇难 是不听我全好 因从我手里挣脱走了 所以将来我也要完成他的医疗 了他的心愿吧 他没成年 他骨灰在这里边 把他骨灰的一半 和他一起倒下的人 买在一起 另一半 随我们 父母 因为他 真的 他 深爱 父母 这个孩子 不是那种感情外落 哎呀怎么 但是他 很含蓄 他离不开爸爸妈了 所以 我个人的身后是这么安排的 我们难所的 事情 我们生 尤其在近三年 这么 这么抢了 怎么这么走 哎呀 我们不准备的安排 我们一直有个愿望 讨回公道以后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建六四纪念馆 要建六四灵园 他们都 买在一起 我说 这就实现了 我儿子 最后要 我告他外面 太强了 建议部的人 你不能去 你去的是白白送死 但是他 就是知道 太强 知道危险 我想他用 他的生命实现了 5月19号 游行的时候 你看他们 你们倒下 还有我们 但是他们先倒下了 虽然中国媒体 至今仍然表示出 选择性的遗忘和沉默 但是从当局 对这个日子的严加防范 就可以看出 六四并没有被淡忘 当一个中国知名演员 在一部电影中说到 六子 四爷一定给你报仇的时候 当八一篮球队和美国乔治敦大学篮球队发生球场冲突 笔分板上显示出八九和六四的时候 当中国进入网络时代 中国网民用每年5月35号代替纪念六四的时候 当众多网民在六四这一天上传一根点燃的蜡烛的图像的时候 当丁子敏老师打开橱柜向我们展示 来自美国各地一叠一叠的圣诞卡的时候 丁子敏教授知道 他不是孤立的 在道德和民意的领域和舞台 他不是弱势群聚 美国各个州的 国际邮局到亚宝路那 寄到国际邮局的指向 就通知我确认 我那时候快年底快圣诞结束 我刚从南方回来 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 邮局的负责人 到我面前打开要检查 我也不知道问我什么东西 我说我不知道 他打开一看是这些 他说你今天不能临走 我说为什么 这些都是美国不认识人 他们手之签的 对我们六四难所慰问卡呀 我说 他说你等我寝室领导 我说我坚持要 如果你不给我 我说这是无价的 我个人来说 儿子美了 给我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但是 我也做一个必然的母亲 我在遭难的时候 我也得到了这四点的大碍 我有时候老这么想 我超脱自己 我站在旁边看 有几个人能得到这样的关注 尤其我是个普通的人 以前我就是个普通的教师 普通的母亲 普通的知识分子 但是我在经历了这些以后 能够得到政府方面 非政府方面 这样把我们研究出来的 所以我想不能不提这个 丁子林向美国之音记者介绍说 他今年看到了很多的异象 很多24年来 从来没有来往过的研究生朋友 突然像老朋友一样 和他们夫妇接上了关系 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天意 有的二十多年没见的女学生 但是一直关心着我 都在一个北京城 她说她 别分手 我打到我 电话打到我家 我叫她 不要来 也不要跟我打电话 因为她是外地 在北京读书的女孩 好不容易 本科毕业 研究生毕业 这二十多年没见 这次你知道 他们就能够去 他们现在都事业有成 但是很忙 都凑一天 到我乌西乡下 住了夜 第二天又都飞机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以后 也是这个人来找 我真的觉得 我简单理解 就是事到人性 二十四年了 老师们也都老了 我老爸今天八十十岁了 真的都老去了 所以他们 哎呀 见了面 几十年不见的 学生 二十多年了 就是都不知道 说什么话 说不完的话 有消息说 当年六四屠杀的时候 习近平的父亲 习仲勋 是公开反对 六四开枪镇压的 在问道 如果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 面对面的和丁子林 坐在一起 您想对他说写什么的时候 丁子林表示 目前地位悬殊 这个对话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过丁子林提到了 关于习近平的两张照片 给他的印象 我对习近平真的 习仲勋的 我非常兼容了 但是我 而且我看到两张照片 就是习近平 那个网上传的 一个他骑着直行车 驮着女儿 送女儿上幼儿园 也不小学 这是一个 还有一张照片 习仲勋坐在轮椅里边 他推着他 然后旁边彭丽媛 牵着女儿走 我真的觉得 虽然我儿子 但我觉得很温馨 一种人文的气息 传递给了我 我觉得这个人 因为那时候 他终于没想到 他会做国家元首 但是他是这么对待父辈的 这么对待自己的 孩子的 所以就像你刚才说 他也是人 为人父 为人子 而且我听到我们 老领导跟我说 习仲勋他们 我们习家不准整 所以我想着 他父亲能够说这个话 他不整 没有整的传统 他不能做 他父亲不孝之孙 就是从他 他们家族来说 他都不能这么做 何况 他现在真是 担着这个民族的希望 中国梦 近来成了热门词 天安门母亲 有中国梦吗 如果有 他们的梦 又如何定位和诠释呢 天安门母亲没有梦 梦是虚幻的 无论是恶梦也好 美梦也好 都是虚幻的 对天安门母亲来说 醒来都是更加痛苦的现实 我们日日夜夜面对的 是冷酷的 活生生的现实 我们追求的目标 也是切实的 就是要为亲人讨回公道 重新评价六四 这是我们的追求的目标 所以我们没有冒结了 丁子林如今已经77岁 她的丈夫蒋培坤 也步入81岁的高龄 丁子林知道 她和一些已经去世的难鼠一样 也许此生见不到天安门事件 被停返了一天 不过丁子林介绍说 他们对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接班人 做出了安排 这个运动将新火相传 今年公开信 你看第一个不是丁子林 第一个是尤维杰 尤维杰是我们群体找到的第三家 我就说今年这个事情 我不能再给你们挡在前面了 你第一个 你要就要想准备 5月31号 周英文同时公布 中国人全帮我们新闻稿发 帮我们翻成英文 然后我说你就要准备接受采访 在天安门母亲5月31号 发表的公开声明中 细心的观察家能够看出 在天安门母亲群体中 名列第一位的不再是丁子林 而是一位在六四事件中 失去了丈夫的尤维杰女士 天安门母亲在六四24周年 发表的声明中 重申要求重新调查六四事件 公布死者人数 死者名单 向每一位死者的家属 做出个案交代 依法寄予赔偿 对六四惨案 立案侦查 追究责任者和刑则 声明说 天安门母亲 毕竟绝处逢生 永不放弃 永不停息 直到最后 六四获得重新评价 死难者的亡灵得以安息 以上是美国之音 专访天安门母亲丁子林 而我们在继续进行下去之前呢 先插播一则最新的消息 有官方色彩的中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六四事件重要人物 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 以及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 在6月2号于北京去世 终年84岁 陈希同在1989年的六四运动期间 担任北京市长 力主镇压 江泽民上台之后 陈希同与江泽民不和 在1995年被开除党籍 1998年以腐败罪被判 16年的徒刑 2004年保外救医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六四特别节目 天安门母亲 5月31号发表了声明 这个声明说希望已经渐渐消失 绝望正在渐渐的逼近 在这漫长的24年里 我们天安门母亲自1995年开始 接连写了36份 致代表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 以及公告继闻 至今时辰大海 没有一句回应 显然天安门母亲们看不到希望 而刚才我们也看到丁子玲的访问里头 也说到了对于习近平的期望 那么究竟中国政府的新领导班子 将如何定位自己在六四文理上的立场呢 我们来看看曾经亲历 并且领导过六四的王丹的看法 所有关于习近平的领导班子 要平反六四的说法 应该都是谣言 都是毫无根据的网络的传言而已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直接的证据 而相反 我们看到的 能够看到的证据是 中国政府再次重申 当年镇压是对的 我们也看到习近平 新的领导班子不断的在将 要重新回到马列主义 要重新拿起毛泽东思想来 要把整个中国向文革的道路 继续拉回去倒退 所以真实的情况是 虽然不能持有习近平 领导班会的六四平反 甚至他们使得中国 会进入到更黑暗的时代去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 六四特别节目 那么我们线上的嘉宾 有高文谦先生和蔡永梅女士 那么高先生 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像刚才呢 我们在天安门母亲的采访中 也提到这个丁自林女士呢 她好像对习近平本人呢 是寄予期望的 因为她从这个习近平 以及她的这个家族的传统来说呢 认为习近平是一个 非常近人情的人物 那么我想问一问 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呢 您认为 说到这个普世价值的问题 那么习近平和他之间的关系 那么习近平他会不会有这个魄力 来率领他的这个领导班子 对六四做出一个正确的这个解读呢 我认为 我同意王丹的看法 我认为现在没有这种可能性 其实呢 从邓小平开始 到江泽民 到胡锦涛 现在是习近平 他们心里都很清楚 这个六四呢 是个天大的冤案 迟早要翻案 像前国家主席杨胜坤就曾私下 对这个简案用说 六四是我党历史上 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翻呢 我觉得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涉及到重新评价邓小平 第二的话呢 涉及到的话呢 这个目前中国权贵集团的话呢 会遭到目前中国权贵集团的权力的阻挠 因为这个六四的话呢 可以说是这个中国这个权贵集团呢 是六四的最大的获利者 所谓的话呢 这个有句话叫六四枪声一响啊 官员由头变强 因此的话呢 所有的罪恶呢 在六四面前呢 都都陷得无所谓 所有的罪恶的话 经过六四之后呢 变得更加无法无天 变得的话呢 更加没有底线 更加无耻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一旦平反六四的话 将会的话呢 断了这些权贵集团的财路 而无论是胡门也好 习礼也好 无非是这些权贵集团的代言人 是 谢谢高仙 那请教一下 我们在香港的嘉宾蔡永美女士 就说刚才高仙 他跟王丹的看法是一样 认为说习近平 新的领导班子不会平反六四 但是丁子玲 他是比较乐观的态度 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也是跟那个王丹 跟高文贤先生的看法 基本是一致的 虽然说他的父亲习仲勋 当年其实是 可以说是胡闹邦赵紫阳士的人物 但他的儿子 现在我觉得他已经是 这个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 他掌握这个权力 他的整个家属 现在已经就说 因为这个权力而 获得很巨大的利益 就因为你看海外的媒体都报道 他们家属现在拥有的资产是十多亿 我最近要听说一个消息 他家里的人 他的家属家人 就在香港有上亿的资产豪测 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是一个利益驱动 所以他儿子虽然是他有这样的父亲 但是他现在是我觉得他们整个 现在的这个中共这个集团 完全是就说一个既得利益 要维护他这个江山 他们现在江山意识非常的强 如果你要这个六四重新翻案 实际上就是把邓小平的 以后的整个几个政权都完全否定掉 就说他在衡量利害得失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保江山是作为第一的 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以期望他们可以平反 什么六四或者六四翻案 我觉得唯一有的希望就是说 我们中国这个社会 这个民间 来自民间 终于有一天力量大到了 他就必须选策 就像你 就像那个利比亚的那个卡萨菲 到时候革命就迫势你 我就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也来不及了 所以几乎是我觉得 从现在这个趋势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他们是 没有这个可能性的 等于就是说可能这样 你要平反这个六四来重新说的话 等于就是说你共产党 你第一个就是说你要 就是说面对了这个人民的审判 是 谢谢蔡永明女士 那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说 在这个习近平 他们现在刚上任没有多久 当然他们的这个做法 目前看起来不是很乐观 那六四呢 也过去了二十四周年了 我想请问两位嘉宾 你们能够很简单 很简单的 很简短的告诉我们 认为说 接下来事情可能会怎么发展 它会越来越好吗 还是说会继续的被关下去 高先生您请您先开始 我觉得的话呢 形势的话呢 确实是不乐观 刚才丁老师呢 实际上说的是客气话 实际上呢 习近平上台呢 是以中国梦开局 但是呢 这个新政 习里新政还没有看到什么举措呢 实际上已经破局了 比当年胡温的新政呢 还短命 而且习近平上台以后的话呢 现在中央发九号文件 这个 这个 说这个七个不讲 这个七个不讲的荒谬性的话呢 实际上可以和当年张春桥的文革中提出来 您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这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网上有人说 昔日习近平的父亲 习仲勋比胡耀邦还幼 今日习近平比胡锦涛还左 我觉得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 习近平确实是他老爹的不孝之子 是 我并不乐观 是 谢谢高先生 那请问蔡有梅女士 您是乐观呢 还是悲观 对中国统治者的那个立场 我觉得我是悲观的 我不对他们寄以希望 但是我觉得中国现在希望是在民间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觉得从这个六四以后二十多年看 前十多年你会看得出来 那个时候中国的民间是很消沉的 已经就说 但是这十多年 我觉得根据那个互联网 这个信息革命的这样一个发展 反而就是六四的这个信息 反而不是削弱了 是增强了 现在我今天是从那个委员过来的嘛 然后我们今天下午就在委员摆摊位 这个摆摊位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川流不息的中国大陆来的人 有些人是从海外 这个留学生要回中国大陆去探亲 但是专门就对过香港 尤其是专门从那个中国大陆过来的 由北京来的 由广州来的 蔡女士不好意思 倒到您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其实也蛮紧迫的 所以看起来蔡女士也告诉我们说 她对于这个六四二十四周年之后的一个看法 非常感谢今天参加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的蔡永美女士 以及高文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 那么以上也是今天VOA卫视的全部内容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们全体同仁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